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要特别注意自己的健康 今天我们有最新的大补帖要提醒大家 先带您认识养生建立团 首先欢迎三位养生达人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我们今天就要来讲到是开运的大攻略 让大家可以洋洋得意 首先我们就请教汤老师 我们以生效来看的话 到底为什么我们要开运呢 是真的可以开运吗 其实开运很多人会迷思 会觉得很迷信 但其实开运一点都不迷信 有一句话说 某事在人 成事在天 其实我们在做事为什么会成功 因为我们要努力 七分努力 三分运气 可是有时候你的努力不会成功 那不努力的话一定不会成功 所以我们这三分运气 就像一个东风一样 如果这个运气来帮你加分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做很多事情 是推波助澜 所以很多事情非常顺遂 所以我们讲这个运气来讲的话 我们在命理学有句话讲说 才为养命之源 那才为养命之源来讲的话 意思就是说 我们今天赚钱 你一定要有健康的身体 否则你才多生弱 赚到的钱 你可能没有那个体力去花钱 或者是说你赚到的钱 你可能就生病了 那你可能要把这个赚到的钱 拿去看医生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讲说财为养命之源 表示说我们人的气根要补足 所以健康非常重要 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 所以这个健康补足了 当然就可以开运 好 杯杯是同样的上班族 为什么有的时候 你看到地上亮亮的 有些人去捡的时候 是口香糖的洗脖子 有些人去捡是一颗钻石 就不知道 就是看这个运气 好 那么以西洋的来讲的话 西洋人 他们也很重视开运吗 是 那因为大家都对东方很熟悉 会想说西方人到底有没有开运 其实你想想看 在公元前八千年 有苏美 埃及 他们就已经很信奉了 所谓的颜色以及图腾 那个时候还没有蚊子 一直到两千年前 巴比伦出现 那就开始有战兴学的出现 往后的希腊 罗马 他们都沿用这个 以至于整个欧洲 在西方人的世界里 他们非常注重颜色 穿着饰品 生活物 他们相信这些能改变 他们的运气 让他们有一个好身体 或是一个好的未来 那举个例子来说 我们最熟悉的埃及金字塔 因为西洋人也很深信形状 像三角形被认为是风条鱼顺 所以之所以金字塔 盖成那个样子 也代表要万事永存的意思 所以代表说 无论是西洋人或是东方人 他们是一样的 他们都会注重 看运气的调整 然后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好的未来 好 所以东西方大家都一样 希望能够运气好嘛 那以中医来讲的话 我们中医有所谓的五行学 对不对 的确我们也是符合 这个古老中西方的 这个对自然的看法 都有一种符合生理现象 对 刚才像安格斯提到说 古代看一些三角形代表什么 那其实在东方 它是根据 把我们所有的天地 自然界的一些变化 把它分成五行 跟什么五种大自然存在的东西 木火土金水 五行配合五脏 还有配合五色 那其实都蛮符合现代医学 我们来看一下 五行来就是说 火木土金水 然后五色就是红青黄白黑 那搭配到我们的五脏 我们中间叫五色入五脏 心肝脾肺肾 那还有这五味 这苦酸甜辣咸 所以你常会说什么 黑入肾 白入肺 就是这个意思嘛 对啊 你是黑色的食物就可以入肾 我们讲豆类最常见的 五色入五脏 我们说红入腥 那这个红就包含这个 比如说花青素 抗氧化的成分 黑入肾 我们黑豆可以补肾气 然后这个黄色入肥 所以说蛮符合现代的 营养学概念的 所以这是中医 也有他们所谓的五行理论 好那以十二生肖来讲的话 我们请导播给我们看一下 十二生肖 它也可以有五行的属性 而且大家都不太一样 这部分我们赶快请汤老师 跟我们稍微简单的解释一下 好 其实十二生肖 代表十二个月份 它是源自于天干跟地支 地支的话代表十二生肖 我们讲直丑以卯成 四五味生有虚害 它在古代来讲 是来运算这个历法 跟看这个时间天向 来衍生而变的 所以我们讲说 像是农历一月份 就是饮月份 那应对的生肖 就是生肖属老虎的 所以饮月份 是生肖属老虎的 对 就是一月份农历 对 那兔的话就是卯月 就是二月 然后以此类推下去 一直到丑月十二月 它刚好就是我们的农历的 一到十二月份 所以它也有代表 所谓的十二生肖五行 而且它跟季节有关系 例如说老鼠跟猪 它的五行是属水 刚刚我们的罗医师 也有讲过 因为其实不管是中医来讲 或是命理学来讲的话 我们讲的是三一命相谱 三一命相谱里面的话 就包含了五行 那万物都脱离不了五行 例如说五行就是我们刚刚讲 木火土金水 木的话就像我们吃的中药材 或是穿的衣服 用的纸张都属木 那火的话就像我们讲 要吃东西热食有火 那土的话就是我们踩的地板 还有万物大地都属土 那金是什么呢 金我们带的饰品 会发亮的钻石 这些东西都属金 金属类的 对 金属类的 还有水 水就是我们喝的水 饮料都属水 所以万物脱离不了五行 那十二生肖也跟五行息息相关 所以十二生肖跟五行息息相关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出说 我们要吃什么样的食物 其实各个生肖是不一样的 它的颜色也有所不同 好 那我们接着也请教一下汤老师 像今年是羊年 我们先从羊来看好了 属羊的人呢 他今年大概要吃什么比较开育 对 属羊的朋友呢 今年可不可以羊羊得意 其实也看一下我们的手版 我们的手版来讲的话 属羊呢 他今年是做胎税 2015年嘛 以胃羊年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犯太岁的朋友呢 在2015年有属羊 还有狗 还有牛 还有那个龙的朋友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可以吃什么食物呢 可以吃一些五行呢 有关黄色的食物 所以南瓜 玉米 黄豆 这些都是黄色的 他们要多吃这一类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生肖呢 它四个生肖是五行属土 土呢 跟黄色有关系 所以黄色我们要补本命嘛 如果说你要在新的一年呢 我们讲一年之际在雨春 在春季呢 你想要把你的运气转好的话 你要把你的本命顾好 所以呢 每一个生肖 都是它本命的颜色 跟它的五行 所以呢 这个五行属土 我们就要多吃什么 多吃像南瓜 黄色的 玉米也是 所以像橘子啊 跟那个颜色有关的食物 或是黄豆都可以 咖喱咧 咖喱也黄的 咖喱也可以 咖喱也可以 因为其实呢 叫黄色 黄色糖果 可以吗 可以 真的可以 也可以吗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呢 中医或是命理学来讲的话 都是以形补形 以形补韵 例如说我们吃了那个腰果 可以补肾嘛 黑色 露肾嘛 就像罗伊斯刚刚说的 所以呢 其实我们就是用颜色 来把你的健康 跟你的运气把它提升 好 所以属龙 狗 牛 羊的观众朋友 要多吃黄色的之外 它还可以吃其他颜色的 来补育吗 可以 因为今年呢 它是太岁年嘛 牛跟羊呢 是做太岁跟正充 所以呢 要注意破财的现象 然后那个龙跟狗的话呢 要注意口舌是非的问题 所以呢 在吃什么颜色开运呢 除了黄色食物之外呢 也要多吃一点红色的食物 红色的 对 补一点贵人运嘛 我们以五行的概念来看的话呢 为什么要多吃一点红色 我们这个手板就是 有木 火 土 金 水 代表五行嘛 所以呢 我们刚刚讲 龙 狗 牛 羊呢 是五行属土的生肖 那多吃一点香生它的食物 也可以开运 对不对 所以红色的 包括哪些 像苹果啊 红豆啊 也都是红色 番茄 也是 对 有些红素嘛 对 你的健康很好 好 所以我们看到呢 这个鼠羊啦 还有刚刚讲到了 像鼠牛啊 龙 狗的 这个生肖的话 可以多吃一些黄色的 红色的食物 对 这是纯属这个 五行相生的理论 那我们接着就要请教 罗医师了 以中医的角度来看的话 黄色食物的话 它是可以补哪里啊 的确喔 刚才像汤老师提到 像我母亲就属羊了 对 真的它就是很消瘦啊 所以我们看到它是 消化系统不太好 我们说身体很虚弱的感觉 身体也身形比较销瘦 四肢无力 那我本身是属马的 隔壁那个 你是属马的 对 所以我从 还不会中医的时候 就有一些 血血管 对 心血管方面的 所以我很在意 我的心血管的健康 所以怕血管动脉硬化 而且还满符合的 对 虽然感觉是简单的分类 真的满符合 像是我们讲说 我刚才提到皮 就是说我们的消化系统 在我们这个 属于夏天的后面这个季节 我们东西叫长夏 那长夏它还是属为主 它会兼湿气的湿 所以刚才提到说 夏天的时候 我们的胃口比较不好 所以你的食欲不振 所以我们要多吃一些 健脾软胃的 大家常常知道 就是四成汤之类的 就是健脾液气的 那因为湿气 光吃这个健脾液气 除了这些黄色的食材之外 吃上还要取一点去湿的 那去湿一般 它跟葫芦科的瓜类有关 葫芦科的瓜类 对 丝瓜 苦瓜 菜瓜 冬瓜 因为它本身这种甲离子 它可以利尿 它可以让我们的身体 不会水肿 排湿 除了豆类之外 就吃一点瓜类的 所以我们在夏天的后半段 这一边就是说 暑气比较重 湿气比较重 你可以吃一点 一些黄色的食材之外 加一点瓜类的 那可以健脾液气 可以去湿 这是蛮不错的一个选择 好 所以是不是有什么茶饮 要提供给大家 对 所以那有人 他就不太适合吃太寒凉了 那除了健脾液气之外 我们能不能用比较温的东西 因为身体很健康 我们都吃冰的 喜欢吃一些高油脂热量 跟我们消化系统很大的负担 我们推荐一道 就是身体比较虚寒 消化机能比较减弱的人 叫做干姜茯苓茶 是蛮不错的一个选择 里面就是有干姜茯苓 然后我们的谷类 我们可以选择蕎麦 因为蕎麦本身 它的营养素是很高的 我们把这些药材 大概都是10克到15克当中 给它1000cc的水 它可以暖脾胃 沥水 盛丝 因为现在年轻上班族 喜欢吃一些手摇冰 一些饮料 然后就会水肿 对 所以你比较虚寒的 你就比较吃着干姜茯苓茶 你比较处于灶热的 就吃一些黄色的雌材 再吃一些瓜类 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好 所以谢谢罗医师提供给大家 好 接着我们就要请教安根斯老师 如果以十二星座来看的话 今年运气怎么样 我们先从火象星座来看看 要注意哪些 因为今天盛宇棚被火象星座霸占 真的 这边火象星座特别多 然后三个来宾就罗医师是风向 我们两个是火象 射手座 那我们来看 在每一年大家会问到的 国运或任何的运气之中 其中有一门健康运 它其实是会两季走一遍的 也就是说原则上在2015 至少上半年它就会遵守这个原则 我们来看 牡羊座什么问题 牡羊座容易火气大 牡羊座本来就是一个脾气大的星座 它本来是个冲冲冲的星座 对 本来就冲冲冲 但是问题是在 其实在上半年 它会有那种破东破西 内肝外舌的问题 你说嘴巴破吗 是 所以除了当然它 如果维他命它要补足之外 它如果能从它平常食物中 去摄取一些 当然来得更好 会对牡羊座有很大的帮助 至于狮子座 就主要注意的 还有我们柯文哲 柯市长 他也是狮子座 那这个真的 前市长好像咪也四十座 对啊 真的没错 所以四十座你看 就是常常吵架 至少去年的年尾 那我们来看 什么事情都还不经过 这个想一下就已经先讲出来了 真的 那疲倦压力问题 或是四十座在这个 2015刚进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最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个座 四十的休息与调整 在吃一些不经历的东西 会对四十座最有帮助 那至于射手座 就像我跟郑伟老师 我们需要注意的问题 射手座 我自己常开玩笑 因为要以自己身作则嘛 所以我率先一二月 我就胖了五公斤了 真的假的 射手座要注意这个问题 肥胖问题 就是饮食失控要注意 所以你已经饮食失控了 差不多六个公斤嘛 所以我刚刚坐在这 一直在缩肚子 那所以要注意 肥胖我也已经缠身 那射手座是一个开心的星座 那所以饮食的时候 不要太率先 好 所以我们火象星座的 这个身体的运势 也先在这边提供给大家 好 不管怎么样是 首先两斤应该都有这样的一个趋势 对 至少上半年都会知道 好 那今天我们就要请教汤老师 我们继续再来看看 十二乡小里面的 鼠虎跟鼠这个 兔的 对 好 我们看看他们的这个开育 应该要怎么样吃才对 对 鼠虎跟鼠兔的话 它的五行鼠木 木的话我们讲像是春季 春季呢 其实很多的疾病 也会开始产生 因为我们讲说 一年之际在于春嘛 春天除了草木 惺惺向荣之外 白病也开始要出来了 所以鼠兔跟鼠老虎的五行鼠木 也代表春天的季节 所以春天的季节 这两个生肖要特别留意 但在2015年 它在运势上来讲的话 我觉得它运势是蛮好的 为什么呢 尤其鼠虎有一个天喜心 天喜心代表什么呢 代表说家里会有喜庆临门 而且会有 如果说你要结婚 你要生小孩 要把握今年 那鼠兔的话 有一个滑盖心 滑盖心是什么呢 代表你的才华可以展现出来 所以你的能力可以得到认同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生肖在2015年 都是可以得到掌握先机 所以鼠虎的跟鼠兔的 在羊年应该是 这个运气很好 所以我们再加一些开运食物的话 可以一直维持这个运气 让你吃得更加分更好运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鼠虎 鼠兔可以多吃一点本命的颜色 就是绿色蔬菜 高丽菜 菠菜 花椰菜 绿豆 或绿色食物都可以 尤其我们刚刚讲说 例如说如果鼠兔的射手座 它如果内肝外活的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吃什么 吃一点绿豆来消水 所以吃一点绿色的植物 都可以帮助它本命的运势 好 所以吃绿色的东西的话 是可以帮助哪个器官 肝脏吗 对 我们说色轻入肝 这五行 这就是说肝脏是鼠目 色轻入肝是蛮重要的观念 所以蛮符合我们汤老师 刚才从这个运相学 风水学 都可以从这儿判断 那基本上为什么跟肝有关呢 因为我们终于说肝为将军之官 谋律出渊 就是跟你要思考 将军要做决策 因为这个牵一把动全局 所以你做错误的判断的时候 你整个五脏六腑的功能就错误了 所以肝是很重要 我们国人是不是以肝病之为之 而且还很多人都有这个肝病 肝的问题 对啊 听说我们肝胶囊一颗的话 堆起来可以 那个像101的话 118成那么高 吓死人了 大家都拼命要养肝 其实养肝从食物做起就可以 对 这色轻入肝是蛮重要的 那基本上我们年轻人很容易肝火旺 肝火旺 所以要多吃 刚才我们唐老师提到这绿色蔬菜水果 绿豆 花椰菜 一些十字花科都是很好的 那第二个呢 我们这个肝呢 它是跟我们的中年人来说是要养肝血 所以我们一些中年人说要一些补养肝血 跟我们自立啊 跟我们的情绪是有关的 所以要放轻松 那大概就是说春季如何养肝呢 第一个睡眠 基本上睡眠一定要充足 尤其晚上11点到1点 早睡早起 那第二个呢就饮食 那饮食要清淡 那肝也是我们消化系统 所以这种属于黄色的食材是不能少 然后不能吃太酸的 酸会伤肝 包含是辛辣刺激的 都会让我们肝脏的负担比较沉重 那第三个精神方面能够放轻松 放轻松的话我们中间叫肝气郁节 怒伤肝 这是我们中医常用的术语 再来就多运动 多运动多晒太阳 你就负面情绪比较少 中间叫羊血调肝 都蛮重要的 好 脚上是不是还有一些穴道可以多按按 对 其实有时候我们这个容易头昏头痛 中间叫肝火上炎 情绪暴躁 怎么去给中医师他会请你按这个脚的穴道呢 第一个叫大蹲穴 当然我们脚的两侧的脚拇指的靠近第二指 你们这地方按起来超刺激的 对 按压 脚底按摩的时候 他肯定会帮你按柔这里 我看了我都觉得很痛 对 按柔这里 这个地方是蛮重要 它可以疏肝解育 还有叫做太冲血 这个它在我们的脚拇指跟第二指的骨缝 对 竹指缝的当中给它按压 这两个地方 所以两脚都有 常按压三五分钟 轮流按揉 这叫一边按一边揉 还要揉 还要按下去这样揉 大概轮回大概十五次 十五次左右 按揉大概三五分钟左右 是个蛮好的疏肝解育 清肝降火的养生保健穴道 清肝降火的保健穴道 好 谢谢罗医师 好 接着我们就要请教一下安格子老师 土象星座呢 他们在这个新的一年 身体状况要注意哪些事 土象星座呢 当然包括金牛处女跟摩羯 像倩平的话 上身 对啊 上身在处女座 那如果观众朋友可能也听过自己的上身 那你也可以参考 上身座也需要参考 所以上身跟自己原本的都要看 都要考虑是不是 后天嘛跟先天嘛 所以其实都可以参考 那我们来看 金牛座的问题是在 金牛座照理来说 稍微比较懒 它没有那么过动 可是偏偏在2015年金牛座超忙碌 所以它会有很多的腿膝病 会有这个部分的问题 膝盖跟腿的问题 腿部膝部 那你要避免方法 当然是如果开始上了个年纪了 那种什么激烈运动少做 要避免激烈的跑跳 那就会可以避免这样的问题 当然还要靠养生去调理了 比较好 那比如说以处女座来说 就像刚刚讲倩平 上身处女 那怎么办呢 眼疾头痛病 一适度休息 真的 常常头痛没错 要多休息 我刚刚那个狮子座也说要多休息 那我干脆请个长假算了 所以你就变成结合起来的话 就一定是这个问题 你超累的 那处女座可能会有那种眼压过高 以至于导致于头痛的问题 所以常常是集中在这头部脑部 那当然适度休息只是一个说法 它大概靠饮食调 抒压啦 就是抒压 对 真的 那比如说刚刚讲说按一下也可以 只是从交换头而已 对 交换头的话 那摩羯座呢 摩羯座则是常为老人 那因为摩羯座呢 它向来代表的是一个消化系统 不是很好的星座 所以要避开一些暴食场合 那摩羯座在2015年 它会有非常多的公关交际的场合 因为它们公关交际特别好 那以至于摩羯座要学会那种 去公关场合 尽量避吃避喝 所以跟你们一样吗 就是要避免暴饮暴食 摩羯座是胖嘛 摩羯座是不会胖 但是可能会拉 会肚痛 脏气啦等等的问题 这些终于要经科目的概念 所以骨关节啦 甚至一些眼睛的疾病 所以这些星座 它都是一种循环不好的概念 对对对 所以真的这几个星座的话 要特别注意这些问题 好我们稍后回来 还要来看到的十二生肖啦 十二星座 在新了一年 有哪些食物 你要特别去吃它 可以让您多多的开运哦 马上回来 by bwd6